我從台北大夜車到太空 真困難對我來說 我從台北大夜車到太空 我的心裡沒有太重 我從台北大夜車到太空 真困難對我來說 我從台北大夜車到太空 我很愛講大自然的力量 吃到好吃的或是看他喜歡的人 我都會這樣說 那海就第一個是想要食命啊 因為我不知道還有誰家靠海 對還有誰家靠海 你來如此喔 你才知道 你不知道喔 就是這樣 之前八月初有來獨欄 今天來看一下 因為我沒有來過獨家 我為什麼要寫嘻哈 是因為上次來感觸太多了 我覺得如果用唱歌的話 寫不完我想說的話 都市人很難想像啦 那些風景什麼就是這樣 可是我覺得對我來說 最震撼的是這裡的人 很熱情 沒有什麼隔閡 熱情到你好像 你主動跟他們打招呼 他們就會跟你聊很久的天 的那種感覺 你很舒服 你來這邊真的是很 很舒服 我剛剛是打招呼 這樣轉一圈 我根本不用回家了 嗯 這是那個 巴西很有福的一首歌 他福哥就一直會唱 什麼 伊塔布瓦伊塔布瓦伊塔布瓦 那是他們一個海灣的名字 他們都是在那邊生活 他們都很喜歡那個地方 所以他的歌詞說 我看電話的時候 我要在伊塔布瓦 我裝起來我也要在伊塔布瓦 海中大陸 泽斯 Vir来 海中大陸 我敢知道 乡火焦 我 CA Bureau 不是來 騎來 是晚上啊 我關燈的時候 聽到那個海的聲音 會怕耶 怕那個海的聲音 你會覺得大自然那種 很大的力量 就是你很渺小 你如果在那海裡面的時候 你這樣渺 對啊 我從台北大野車到太空 真困難對我來說 我從台北大野車到太空